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 我是林秀琴 首先新闻话题来聚焦关注的是两岸关系 在上周台湾利荣航空一架军用包机 飞往到东沙岛时 被香港的区管中心通知会有危险活动 被迫紧急折返 现在当前的台海局势 是否真的陷入到了危险边缘 受到了高度关注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有消息说 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昨日公布了谋女的出征事实的动员影片 画面上更刻意遮住了出征目标 引发台湾方面的热议 所以怎么样来进步解读 现在的台海局势是否真的是以触即发 解放军是否真的在准备对台有所行动呢 下话题今天前面场 我要请到的是郑浩先生 带来他的观察和分析 郑浩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秀琪 我们注意到从蔡英文上台以来 台湾的台独势力可以说是变本加厉 导致现在台海局势是越发紧张 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注意到解放军频频在军演 这个战机不断在飞越所谓的台海中线 认为大陆方面刻意要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对 目前两岸的形势 实际上一直是备受人们的关注 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岛内 也包括国际舆论 都非常关注目前到台海局 是因为刚才你提到 蔡英文上台这四年多以来 那么不断地推行台独的路线主张 台独势力是变本加厉 再加上美台之间的互动频繁 美国不仅向台湾既不得出售先进的武器装备 而且台美之间的高层的互防 好像也是成为了一种常态 那么再加上岛内台独势力有所整合 也包括国民党本身也开始出现台独的倾向 无论它是隐蔽的还是公开的 那么这种台独势力在岛内的不断地扩张 整合也确实让大陆方面非常的担忧 那么台独恐怕会把两岸关系 推向到非常危险的境地 在9月下旬的时候 广播的发言人还特别指出 无论台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 要把台湾试图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 那么大陆方面会不惜一切代价 来维护国家的主权 再加上大陆方面的军队的频繁的调动 甚至于在福建 广东沿海一带 配置了先进的东风17高超速导弹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 那么有关的消息出来以后 也让两岸非常的关注 那么是不是武统的时机已经成熟 或者是武统就要到来 类似这样的议论文章或者是点评评论 频频地在两岸出现 特别是在大陆方面 民间的舆论都认为现在是时候 应该要收拾台主 因为台主实在是太猖狂 而且从目前的整个的国内外的形势来看 美国不断地介入中国的内部失误 那么实际上用非合并的方式来进行统一 已经是时机成熟 这两个基本事实 到底是不是已经说明大陆方面武统时机已经成熟 或者是就要到来 是武统还是武贺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则的问题 两个基本事实确实是事实 就是台独变本加厉 另外就是大陆方面正在做好充分的一个准备 但是 是不是说武统真的就在明天 或者是在某一个时间就会发生 虽然我们不掌握具体的情况 但是从整个的 无论是国内外还是岛内的情况来看 还是从2005年3月14号 国家通过的反分类国家法 这个法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个人认为武统 其实呢 它从更大的一个程度上 是对台独的一个压力 换句话说呢 就是武统的时间表 其实呢 我们还无法看到 它在哪一年 或者在什么时候 就能够有武统 那么很显然 这种武赫 或者叫武射 威慑的射 这个呢是一个常态 包括你刚才也提到 大陆方面的军机 不断地穿越所谓的台海中线 今天也有 今天上午还有中国的军机 穿过所谓的台海中线 那么这个呢 也已经成为一个常态 为什么说武统 从目前来看 从我个人的这个分析来看 其实他还并不是摆在台面 这个呢 恐怕更多的是一种武力威慑 对台独的武力威慑 主要呢 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呢 就是 从反分类国家法的 法律的这个角度来看 他 他规定了 大陆方面使用非和平手段 来统一 国家 那么实际上有三种情况 为了准确的话 我们引述 反分离国家法第八项 那第八条 它的原文是这样的 台独分裂势力 以任何名义 任何方式造成台湾 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这是一种情况 或者 发生 将会导致台湾 从中国分裂出去的 重大事变 或者 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完全丧失 国家 得采取 非和平方式 及其他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 这个就是 反分离国家法第八条 所规定的 那么实际上 它有三种情况 一个呢 就是成为既定事实 台湾 从 这个大陆分裂出去 从国家分裂出去 成为一个既定事实 还有一个呢 就是 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造成了一种 事实上的一种分裂 那第三种情况 就是可能 就是或者 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完全消失 从目前来看 大概只有两条 是和 大陆方面 非和平的手段 来解决台湾问题 是相符合的 或者是很接近的 一个呢 就是 统一的可能性 完全丧失 从目前来看 在过去的四年 没有 所谓 这种 出现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再往后四年 蔡英文当政的四年 也不太有可能 实际上 从马英九的时代 也没有存在了一个 两岸和平统一的 这样的一个大趋势 也没有出现这个 为了 和平统一而进行 相关的政治安排 政治谈判 所以呢 这个和平统一的事实 可能会丧失 但是呢 要注意 是不是完全丧失 所以呢 我说的 第三个可能性 比较接近 大陆方面 用非和平的手段 来解决台湾问题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 就是出现 台湾从中国 分裂出去的事实 你可以说 台独的 不断的这种猖狂的 非常活跃的这种活动 包括美台的互动 这个呢 是一个事实 但是呢 你也可以觉得 这个呢 是过去的一个 台独的一个活动的常态 对吧 在过去也是这样 即便是在国民党 执政时期间 实际上也存在了一个 像美国购买武器 但是呢 好像没有像 民进党上台以来 这么猖狂 这么明显 至少美台高官的 这种明目张胆的互访 在蛮旧时代 还没有过 或者是 我们不知道 对吧 那从这两种情况来见 大概呢 是符合 反分裂国家法中 那么提出的 用非合并的手段 来解决台湾问题 但即便如此的话 这里面还有一个 实质上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要经过 进一步的认证 台独 已经在岛内 完全形成 而且呢 已经到了一个 被迫 要用非合并的手段 来解决台湾问题 否则的话 台湾就会分裂出去 这样的一个实质的 一个认证 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呢 就是从 时间上来看 虽然在 10月10号 所谓的双十节 蔡英文在她的讲话当中 提出了一个 20年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所谓的20年呢 就是她讲到 再过20年 我们的下一代 再回顾 2020年的时候 会看到 我们是如何摆脱困境 如何这个 克服了挑战 云云 那么大陆方面 有媒体就解读 她说的这20年 实际上呢 就是台独未来 要坚持20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可以认定 就是我们看不到 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两岸统一的这种可能性 换句话说 就是反分裂 反国 反分裂 这个国家法里面的 第三种可能性 是可能会出现的 因为你要知道 再过20年 都不可能统一的话 20年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到了2035年 2035年 中国要实现两个百年 要完成 这个建成 中国特色社会里 现代化的强国的 一个计划 同时呢 两个一百年 要实现 实现伟大的 中华民族的复兴 那到那个时候 如果台湾问题 还不能解决的话 实际上 不能说 中华民族 实现了伟大的复兴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道路方面 就会做出判断 但即便如此 也有媒体分析 蔡英文的 所谓这个20年 不过是一种 在鼓励年轻人 在呼吁 岛内要团结 在更多的是一个 语气上的一个 一个加重 就是说 今年实在是太困难了 疫情 经济各方面都不好 那么内外 环境都不好 所以呢 大家 过了20年以后 再回顾2020年的时候 会有如此 如此如此 等等等等 那么因此呢 这两种不同的一个判断 实际上 也为我们 就是考察 道路方面 是不是用 武统的方式 来去谈问题 其实呢 也有一个参照系数 换句话说 就是时间表 是不是那么的明确 更重要的是 有关这个 一些军事爱好者 或者是国内的一些 专家评论 就是部署 东风十七 东风十七呢 设程2500多公里 完全可以覆盖 这个岛内 无论是台北 台南 台中 全 台湾 台湾岛都可以覆盖 但是我觉得呢 一方面可能是 针对台独 是用一种武力 来威慑 来震慑台独 但也不排除 它是针对美国的 对吧 因为现在中美关系不好 如果说11月3号 特朗普再次当选的话 那么中美关系 有可能发生 比较强烈的变化 或者是发生一些敏感的 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大陆的军队 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而东风十七 高超音速的导弹 可以击沉这个航空母舰 是航母杀手 因此不能说 大陆方面在福建 在广东沿海部署了 东风十七导弹 就一定 或者是绝对 是针对岛内台独的 一方面是针对岛内台独 毫无疑问 但另一方面 也有可能是针对美国的 做出的一个军事的部署 所以这样的一些 支离破碎的动作 不能够完全地 不能够完整地 勾勒出 大陆方面就已经 要准备开始对台动作了 尽管这个压力 在明显地上升 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讲 从目前 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 岛内的这个动态 大陆的判断 中美关系的走向 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 让我们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就是武统或者是武贺 究竟是战略上的一种部署 还是一种战术上的一个部署 休息 好 我们非常谢谢张浩先生分析 我们也衷心希望呢 两岸关系能够重新回到正轨 大岸之间真的可以和平共处 不过这也完全取决于到底台湾当局 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后来关注的是中印关系进展的最新情况 稍后见 欢迎我来 近期中国和印度两军边界的对峙不断 也使得中印两国关系的情势 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双方继完成第七轮的军长级会谈之后 印度媒体的消息指呢 第八轮的军长级会谈 计划会在本周登场 我们先透过新闻 来了解一下呢 会谈的计划安排 好 这将会是陆军中将梅农 首次以印度第14集团军司令的身份来参加会谈 主题会围绕在讨论中印在边界地区的脱离接触 防止在摩擦点 因为一个事件或者指挥官的行动 出现冲突生机 另外在12号所举行的第七轮会谈上 双方已经基本同意 要继续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 进行对话和沟通 尽早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脱离接触的解决方案 上河峰会计划会在11月初 会以事项的方式举行 届时呢 中印两国的元首呢 都将会参加 那么双方将会如何来表态沟通 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 像话题要继续请教张浩先生 张浩先生你怎么看 这个本周呢 有印度媒体说 就要登场第八轮的军长级会谈 是否将会中印两军为化解边境争端 带来什么样的契机 因为这次会谈会达出什么样的成果共识 关于第八轮的中印两军军级指挥官的会谈 在本周内举行 这个消息呢 是由印度的媒体 是在昨天报道的 那么大陆方面还没有给予证实 那么第七轮呢 是在10月12号 进行了13个小时 马拉松式的一个会谈 那么第六轮呢 是在9月份 9月27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差不多就是两个星期就要举行一轮军长级的这样的一个会谈 不管怎么样 目前在中印的边境地区 主要是指的拉达哥地区 那么整体的一个形式呢 就是在对话中的对峙 对峙中的稳定 就是大概这样的一种形式 目前呢 这个边境地区的形式 总体上是稳定的 但是呢 是处在对峙中的 在对峙当中 又通过不断的这个对话 试图呢 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方法 另外呢 就是你提到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11月的10号 那么上河组织的元首峰会 它是以视频的方式来举行 将会举行 就是由莫斯科 是由俄罗斯方面来主持 届时呢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的总理莫迪都会与会 这也是两人在上河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上 首次的 就是今年首次的这样的一个碰面 今天的主题呢 我们不讲边境问题 而是讲 在上河组织内部 作为两个正式的成员国 中国和印度 那么因为当前的边境的矛盾 以及导致了中印两国关系 处在一个非常差的时期 是否会影响上河组织 发挥它的应有的一个作用 这是一个question吧 是一个问题 问号 从总的来看 当前中印的关系的主要问题 还是在边境的方面 当然边境的冲突 边境的对峙 导致了两国 经贸关系也出现了问题 两国的政治关系 其实呢也存在着问题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中印的关系 是处在一个非常不理想的一种状态 由于中印关系不理想 而作为上河组织的两个成员国 那么当然 在这样一个多边的地区组织里面 上河组织要想充分地 发挥它的地区的关键的作用 应有的作用 一定会存在问题 几乎可以这样肯定地说 因为上河组织本来成立的这个宗旨 就是所有的成员国要保持一致 当然不是说这个保持一致 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yes 都是同意 而是说呢 就是上河组织成员国应该是团结的 应该在重大的问题上 应该是共同的 应该是一起努力的 来解决地区的反恐问题 经贸合作 人文交往等等 三大问题 三大这个主要的任务 反恐 经贸 人文交流 但是由于中印 再加上印巴 巴基斯坦也是上河组织的 正式成员国 那么这三角的关系错综复杂 而且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所以上河组织能在 这样的一种情形下 发挥它的正常作用吗 这确实是令人担忧的 是应该说 是不会正常发挥作用的 对吧 再加上 印度马上要和美国举行二加二 这个月的月底 要举行二加二 外长 防长 会议 那么印度越来越靠向印太战略 越来越导向 以美国领导的印太战略的 这样的一个集团 这里面包括了澳大利亚 包括了日本 对吧 再加上一个印度 当然也是以美国为首 所以从这样的一种发展态势来讲 好像印度离中国越行越远 而离美国领导的另外一个军事集团 安全集团越来越近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也可以这样说 就是印度离上河组织也是越来越远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上河组织如何来发挥 或者是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呢 上河组织的很多的任务 很多的工作 它是只有上河组织成员国 才能够分享的 包括反困的情报 包括军事安全上面的一些交流合作 甚至于包括重大的一些经贸的项目 对吧 这个是由上河组织内部的成员国 通过协商 通过组织的会议 形成文件 形成这个共识 它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要公开的 但是如果说印度离美国离日本很近 你能够确保在上河组织内部形成的 一些重大的一些立场观点 而不外泄吗 所以从组织纪律上来讲 就出现了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在早期 有很多的学者都非常担心 一旦巴基斯坦印度进来以后 会把他们的问题 缘缝不动地带入到上河组织 而影响整个组织的活动 而现在好了 中印之间也出现了问题 当然我们不希望 非常糟糕的情况来发生 因为中印现在也在进行危机的管控 无论是外交层面 军事层面都在做努力 但是由于我上个星期五说的 印度在处理中国或者是中印事务方面 它的政策是扭曲的 外交部门 政府部门所实施的那一套政策 和印度的军方所实施的政策 它是不同的 那么这样的话 就不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 一个对华政策 这使得莫迪政府也相当地为难 我们看到最近莫迪在谈论印中关系上 几乎没有再发言了 上一次他是在视察拉达克的时候 做了一通的发言 那么后来基本上就没有 再对印中关系发表过评述 那么当然这次的上和组织 收到元首峰会上 莫迪肯定他也会讲到印中关系 也会讲到上和组织 当然他的表述我们也会关注 但不管怎么样 印中关系目前处在一个不利的情况下 那么未来上和组织 我们说口头的一些东西 还是会达成的 但实际动作上一定会受到影响 休奇 你刚刚也提到 现在美方是动作频频 急地在拉圈要打造 所谓的印太版的小北约 那同时印度也是越来越靠向美国 所以接下来中印关系将会何去何从 中印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我们看到印度的外长苏杰生 不断地发表谈论 他希望通过对话政治解决 通过外交的途径 但是印军方面在做充分的准备 六七万的大军 那么集中在这个边境地区 也配备了最先进的战机 导弹等等 当然中国方面也有五六万的军队 所以两边都有大批的军队在对峙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两军的沟通的管道 两国政府之间的沟通管道 还是存在的 我上个星期我特别强调 中印的问题一定要通过谈判 协商来解决 而且不能够让边境的摩擦 这一个点的问题 影响到中印关系的灭 全局的问题 中印双方会不会发生武装冲突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从目前来看 我个人认为 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两国都不希望发生武装冲突 再加上上和组织援手峰会 把这就召开了 而在11月17号 金砖成员国首脑峰会也要举行 那么习近平主席莫迪 又要在电视上见面 又要通过这种视频 摇距的方式来开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在近期 中印之间要发生武装冲突呢 如果说真的发生武装冲突的话 两个 无论是区域的 还是全球的这种 多边合作的机制 基本上就要崩溃了 对吧 说的严重一点 上和组织因为中印关系的破裂 它还能够存在吗 而金砖国家的这种合作 多边合作组织 它还能够存在吗 对吧 两个冤家在一起 本来印巴的关系 就已经非常糟糕了 对吧 那么再加上一个中印 当然 从目前来看 双方都在努力 努力要解决问题 那么既然大家都在努力 要解决问题 不想冲突 或者是问题进一步的扩大 进一步的升级 那么大家都抱着一个 积极的正面的一个态度 来去解决 刚刚也有消息 在做节目之前 有一名解放军 因为误入印度的一侧 被印军逮捕了 那么印军呢 现在正在进行审查 看一看 他是不是有所谓的 间谍的任务 因为在他的身上 发现了有军事文件 他本身也是一个枪械的 修理工 是一个技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 不希望个别的事件 在让已经紧张的 中印关系 中印边界的问题 在发生突变 这个呢 就是危机的管控 而危机管控 是要讲究技巧 是要讲究沟通 是要讲究 双方的一个克制 所以呢 我们觉得 上合组织 这个组织 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在地区反恐 在进行多变的经贸合作等等 但是不希望 因为成员国之间的 不合 或者是 之间的这种矛盾 而使得整个组织 六个成员国 这样的一个组织 一个平台 就白白的断送 休息 好 非常谢谢正好先生的分析 的确我们期待呢 下个月要登场的 上合峰会 可以为缓解中印两国关系呢 来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好 是秀琴 感谢你今天收看了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